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我玩活下去,我是尼亞斯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也可以留下一個喜歡讓我知道 也可以按下訂閱加班旁邊小鈴鐺 開啟通知 這樣在我每次上傳影片或開直播送 YouTube系統就會通知你喔 然後我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加上早上九點也會額外多發一部影片 有興趣要記得準時收看喔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這場我會選擇跳老家 然後這邊居然有另外一個敵人跳老家沒關係 然後這場我們應該會玩新槍CG15 這把槍喔 它是一把可遠可近的槍 它是可以打來當衝鋒槍打 然後遠距離可以開進蓄力 然後傷害堪稱是已經很貼近聚意槍了啦 算是不錯的一把槍 然後樓下那個敵人好像要往小木屋跑 好的這邊就蓄力直接來一個 擊殺沒有爆頭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打身體也是一把死耶 傷害其實蠻高的喔說真的還不錯用 好這邊左邊這個敵人在打喔 在那個L房附近我看一下敵人 他L房一樓的樣子可是沒有看到位置啊 好沒有出來算了我直接繞過去好了 應該會比較快 好現在已經打到M4A1了喔 所以算是一個 我現在有衝鋒槍 有步槍也有狙擊槍 三把槍都在身上了 但是 只是其中一把槍有包含衝鋒跟狙擊槍啦還不錯 OK 那我們就提著我們的CG15前往這前面 喔這個敵人好像在打另外一個敵人 我們直接來個偷襲爆頭 喔傷害來到660幾滴血 直接一發解決啊 我去CG15這把槍在做遠距離射擊的時候 其實 呃 比較好的打法是用偷襲的方式 而不是像AW的正面狙擊喔 因為AW的正面狙擊的話 其實你是不是需要蓄力的 你只要秒到頭馬上開箱就可以了 但是CG15的缺點就是在於他需要蓄力 那變成說如果你要偷襲的話 其實是非常好偷襲的喔 尤其是他已經把起立蹲下的這個技能改掉了 那CG15的這個開鏡爆頭 開鏡蓄力爆頭 其實他是沒有輔助瞄準的 所以他就沒有切近了這個功能 你就比較不容易射到身體 你就可以用自己的 開鏡精準 就是自己瞄的感覺去瞄啊 我覺得他算是還是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有玩過絕地求生 AW的話 或智慧戰場的話 其實你會習慣這個打法 我看到左邊的這個 看板有一個敵人喔 他好像被攻擊躲到看板後面了 即將 來個爆頭 傷害好像是五百多 有時候是六百多 有時候是五百多 好像是一具頭盔的那個等級吧 好像 不帶頭盔是九百多 然後帶一級頭盔好像是七百多 帶二級頭盔好像是六百多吧 還是五百多 我忘記了 然後我記得帶三級頭盔好像是 呃 一百四的樣子吧 我忘記了 記得好像是這樣 我先先撿一下這個包啊 但那個敵人應該在鼓倉 雖然剛剛沒有看到槍點 不過還是小心一下 有凝膠護盾的太好了 水喔 終於有凝膠護盾了 找超久的 先跑先跑先跑 有啦開箱了 不知道是AW還是CG15 先跳一下 欸 打不到我 欸咻 欸欸 中了 哇好準喔這傢伙 先補一下血 我目前 啊他要躲回去了 可惡 往後繞好了 看一下喔 哇 看不到 算了先走好了 好的 咱們來跑圈 繞一下比較邊邊的地方 欸 我看到左邊有一個人 CG15 虛力 爆頭 非常好 現在已經爆幾顆頭了 一顆 呃應該是爆三顆了 三顆頭了 三顆頭了 第一殺是在那個老家嘛 沒有爆到頭 然後其他 目前三個都是爆到頭 直接金殺 哇 雖然沒有辦法玩到全爆頭 但是爆頭機率應該是蠻高的 那CG值 CG15 我個人覺得CG15的爆頭率還蠻高的 就是 同樣在玩開鏡精準 我覺得 比如說M4A1啊 SKA啊 AK啊或者是AWG一槍 其實要 描到爆頭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就是他那個 開鏡的感覺不太一樣 欸有敵人的腳步聲 我要拿 MP40 小心一點 欸怎麼可能 他在打我幾槍 我馬上 血只剩 馬上紅血 他是打我頭是不是 超痛的欸 等一下我回去拿這個補包 阿先來了 趕快跑快跑 快快快快快 不能把這個敵人打死之後 結果反而被毒圈毒死 那就是 那就太慘了 希望前方不要有人等著我啊 不然的話基本上必死無疑啊 運氣不好就是只這樣啊 就是萬一 你在跑圈的時候又剛好遇到敵人 那你再強基本上也很難打過敵人 因為毒圈一方面在追你 然後前面有敵人在毒你啊 除非你帶福特 那還有一絲絲的希望 可以贏啊 但如果沒有帶福特的話 基本上輸的機率很高喔 好這個圈是縮在工廠的山上喔 我準備繞邊邊一樣是進圈啊 好這邊有屍體包 目前殺了五個玩家喔 然後有三個是爆頭 這個爆頭率 現在已經是來到了 多少 呃60%左右了 對 就等於每一百個人 爆了60個人的頭 五個人爆三個人的頭吧 這一個比例問題 好拿到一個三級的握把喔 不過頭盔快爆了 欸我看到右上角有一個跑車 可能要小心一下喔 山上可能有敵人啊 目前沒有看到山上的敵人出來 這棟房子應該可以歸一下啊 因為等一下要看一下圈縮哪裡 再決定要跑 不能貿然先行動啊 先等一下這一圈好了 看一下喔 喔 圈縮我這 靠近我這邊 等一下往右邊走應該就沒問題了 先看一下山上有沒有敵人喔 應該是沒有 好差不多走了 山上打起來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山上 這邊到底有沒有敵人喔 喔看到一個油桶 應該是敵人 開鏡瞄準 欸等一下 大家看左上角 我的移動箭變到左上角了 所以大家看到我一直往左邊移動有沒有 欸剛剛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移動箭飄到左上角的開槍鍵了 超衰的 結果變成說我一直往左邊移動 然後沒辦法瞄準 然後就砲槍 有時候會這樣 最近用CG15會出現這個 比較麻煩的點 就是我的 我在往左邊移動的時候 那個 欸看到對面敵人往三下跑了 那個開槍 那個移動箭啊 會飄到左上角的開槍鍵 就變成說我一直往左邊移動啊 對啊 因為我是用左上角開槍鍵去 蓄力的 因為右邊的開槍鍵蓄力有點麻煩 欸 哇 沒射到 哇 他躲回去了 目前剩最後兩個人喔 一個是在對面 另外一個 我猜 要嗎在左邊三下 要嗎在我右邊三下 應該不會在對面 右邊三下的距離應該比較高 可是我這邊 這個方向有個高低差 看不太到啊 可能要等這一圈縮完他才會出現了 好 我現在一直在檢查左邊啊 會不會有敵人繞左邊過來 好 圈縮對面那個敵人的位置啊 他好像還是沒有要出來喔 說圈縮有半分鐘左右啊 哇 他沒有打算出來嗎 出來讓我抱一下頭吧 現在殺了六個玩家 三個是冒頭 等一下我聽到有人跳上來了 啊被騙槍了 可惡 先留閃光彈好了 還要丟手榴彈等一下 拉進去拉進去 他狂丟手榴彈趕快拉進 OKOK趕快跑趕快跑 還好我一直瘋狂跟他拉進啊 才不會被他手榴彈炸到 好啦該跑圈了該跑圈了 剩最後一個敵人啊 目前七殺三個暴頭 暴頭率來到了 應該是低於四十趴了啦 三四十趴左右 這個不是一個整數或五 那個半數喔 沒有辦法算 我現在頭腦很緊張 最後一個敵人應該是在三下 三角下 那圈是說三上五 我是比較擔心他躲在樹後啊 如果是在樹後就有點危險 那如果躲在三角下還有一絲的 勝利的機會 但是躲在樹後也是可以打贏啊 只是比較危險 比較烈也是因為我現在是比較低處 他比較容易抱到我頭 我看一下有沒有敵人在樹後 好像沒有欸 看樣子他應該在三角吧 可是他在這個三角 他等一下要跳上來其實蠻麻煩的 會先被圈毒到欸 可能會被毒死欸 等一下可能要小心 如果他在圈梭之前先跳上來的話 可能就要小心了 那如果他在圈梭 準備要梭的時候還沒有跳上來 那他應該有很高機率會被毒死 因為這個山坡非常的陡峭 如果你要上來的話 你要一直往上跳一直往上跳 你沒辦法用直接跑步的方式 就直接往上走 因為他會有一個 就太高了 你要一直跳一直跳 才能往上走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過這種 就是freefire的斜坡 高低殺 你要往上的時候 欸 縮軒了 他被毒死了 他來不及跳上來 跟我講的一樣 如果他先跑先跳上來的話 其實很有機會 但是他也是你也是啊 因為他比較低 突然跳上來會被我攻擊 好 總之這場有七殺吃雞 有三殺是爆頭 差不多將近一半 40%的爆頭率 還不錯 CG15還不錯用啊 對啊 還不錯欸 還蠻好的一把槍 只是他作為衝鋒槍 可能要打贏MP40 其實還是有點難喔 要靠一點小技巧跟拉牆壁的打法 因為剛剛遇到MP40 差點被爆頭而死 好 那我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也可以留下一個喜歡 讓我知道 也可以按下訂閱 加旁邊的小鈴鐺 開啟通知 這樣在我每次上傳影片 或開直播之後 YouTube系統就會通知你喔 那也記得我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加熱的話早上九點也會 我愛多發影片 有興趣的話記得準時收看喔 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